M2 愛比 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迷途愛比的頻道 在這裡我們一起探索 一起成長 一起設計出自己的人生價值 那今天的影片想要邀請大家和我一起設定六月的子彈筆記 在這一系列中我不會分享太多的模板設計 我比較會去分享關於我怎麼思考 怎麼設定 然後怎麼做計畫 那廢話不多說 大家趕快去拿自己的筆記本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在六月的子彈筆記開始設定之前 我會先回顧一下五月的進度追蹤 有沒有什麼要調整的 當初我有設定這四個項目 就看一下YouTube WordPress 英文和韓文的學習 完成率其實只有50-60% 我就去思考了一下為什麼 原因應該是因為我五月接了一場分享 那個分享是當初沒有規劃進來的 但是我花了蠻多時間去思考我要分享什麼 然後做一些簡報啊等等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自己後來有去參加一個比賽 就是投企劃書 所以也花了一些時間在這裡 總歸來說我覺得第一項就是我的時間不太夠 因為有突然的計畫 然後第二個是 我發現我自己在學習的狀態上面 當初就是想要每一天都有一些學習 比如說每天都要上英文課 每天都要上韓文課 但我覺得還是需要有一些休息時間 所以我希望接下來六月應該要把目標降下來 就不是30天都做到這件事 而是可能20天就好 然後剩下還是有週末休息的時候 這樣才不會讓自己覺得很累 然後更不想去學習 那我們反省完之後 就來設定六月的目標吧 那在六月設定目標的一開始 我會把五月的目標複製貼上 然後思考一下哪些完成 哪些未完成 要繼續完成的 所以關於第一項環島 我六月應該是不會去環島 這是確定的事情 所以我就先把它刪掉 然後品牌管理看完了 那六月的重點 我想要放在YouTube之外 還有一個Wordpress的網頁架設 然後以及我想要在這個月完成Google增長 就這個原本是我五月想要完成的 但我完全沒做 所以六月想要規劃一下時間 把這件事情做完 那當我寫完所有的目標跟目標的細項之後 我會排優先順序 這樣優先順序排出來之後 這樣做週計畫就可以很一目了然 知道哪些東西應該要先做取捨 哪些東西先做 哪些東西後做 當我設定完月目標之後 我就會開始分析一下 那上次的影片很多人就會問我說 週計畫到底要怎麼設定 其實蠻簡單的 你就思考一下 你的月目標要花多少時間 它是以每一個禮拜完成哪些事情就好 還是每一天應該要完成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看 六月我其實想要找回運動的感覺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運動了 所以我希望每一天早上起床 都可以做一些伸展 以及一個禮拜做三次的30分鐘運動 所以我就會去設定 比如說我希望是 一三次每個禮拜固定時間去做到運動 我就會把一三次標記起來 設定完運動之後 我就會去思考其他的項目 比如說像Google的證照 我覺得兩個禮拜之內 應該可以完成三個必修的證照 所以我希望在六月的前兩個禮拜 完成這件事我就會先做記錄 然後再來就是WordPress 因為我自己想要把在不同平台上的內容 整理到一個固定的地方 所以想要把WordPress的網頁設定得更完整 所以可能在第一個禮拜 我要先去想出我整個架構要長什麼樣子 然後嘗試去做 然後做完架構之後才可以去做內容的豐富 所以我就設定了四個禮拜 然後完成WordPress的架設 然後接下來是YouTube 我基本上每個禮拜會大概想好要寫的腳本或拍攝的內容 但是因為五月的時候 可能重點會比較放在準備分享上面 所以影片的產出量其實沒有到四支影片 我會再想一下怎麼樣更有效率的去完成做影片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在六月期其實有一個變動的因素 可能會影響到我整個計畫 就是如果我五月頭的比賽有上的話 我六月應該會著重非常多的時間在比賽上 所以我就把它先當輔助 然後把它標進在週計畫 當我做完週計畫的時候 要如何設定在日紀錄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覺得它也會影響到你會不會真的實際去做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每天在寫日規畫的時候 我都是在前一天晚上去寫隔一天 我不會一次寫很多 我只會寫隔天的 除非有什麼重要事項要特別紀錄的我才會先標進 那在這裡我就示範給大家看 比如說今天是五月三十一號 我通常就會設定隔天六月一號要做的事情 我會先寫出我應該要完成的事項 比如說我明天應該要回兩封信 然後我應該要完成我自己設定的一些項目 跟做運動 就這裡我忘記寫 然後我後來有補上應該要做運動 我在寫完各個項目之後 我其實會去評估每個項目需要花費的時間 比如說雖然我只是寫回信 但我知道這封信其實還要做一些文書處理 那我可能就知道我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才能做這件事 那關於時間的規劃 通常如果我有跟別人約出門的話 我一天設定自己的待辦事項大概會是四到六個小時 那如果我整天都待在家裡 我就會設定八到十個小時 那為什麼小時數會設定這麼多的原因是 就是我不想要只做剛剛好的事情 我希望再多逼自己一點 看自己有沒有可能達成 就像五月的紀錄下來 雖然我每天設定十個小時 但我發現我自己可能只能完成七到八個小時 可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是因為我設定了十個小時 所以我做到八個小時 那如果我只有設定六個小時 我可能完成度就只有四個小時 所以分享給大家 通常如果我要出門 我就是設定四到六個小時的待辦 那我如果在家我就會設定八到十個小時 那在各項目的小時數設定上 我會盡量拉寬時間 比如說回心這件事 我不會抓太緊繃 因為我覺得當你把項目設得很緊繃 只要你一個沒有完成 你就會後面都不想要繼續下去 就會有挫折感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項目拉比較長的時間 那多出來的時間你可以休息一下 或是你可以去裝水啊吃點小點心 你就會覺得做事起來非常油潤有魚吧 那這就是我的小撇步分享給大家 當日規劃結束之後 我會去設定我的項目追走 一樣有四項 就是YouTube、Wordpress 然後韓文跟英文的學習 上次因為我把日期全部放在頁面的最上發 我發現畫點紀錄的時候超難找的 尤其是到月中 假設15號我有完成一個四項 我有點不知道點要落在哪裡 我就是一個蠻沒有效率跟蠻不清楚的一件事 所以這個月我希望把日期直接落在那個點點上 就比如說1號我沒有完成 我就直接在叉叉的地方寫1號 那我就會知道我1號到30號 然後記錄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直接做連線 那以上就是我的進度追蹤項目頁面 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沒有一起跟著設定完6月的子彈筆記 其實6月度我來說 它沒有什麼重大的project 就除非有比賽 如果沒有比賽的話 我希望著重的重點放在YouTube跟Wordpress的誕生吧 所以這就是我的6月規劃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著影片 一起檢討了一下下個月發生的事情 然後重新調整腳步 去面對下個月想要完成的項目 如果大家喜歡這樣的影片 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如果大家下個月也想要看到子彈筆記的規劃 或是計畫 那一樣我們就在投票欄見 就是你們可以投票讓我們知道 那我下個月就會看大家的投票數據 然後去思考要不要做同樣的7月子彈筆記規劃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